现在民进党最恨的 就是当初把叶匡时赶下台 为什么叶匡时今天接受 平面媒体的访问 他讲了两个重点 他第一个重点说 为什么绿军民进党 要挡住高铁的采改案 叶匡时今天吓了部长 他直接讲 因为听说 听大家说2016年 民进党可能执政 所以民进党立委 挡下采改案 是为了2016年之后的 利益分配 等到民进党执政 这个利益分配 就是我们绿的来分配 跟你们国民党没关系 那另外 这个叶匡时也提到 他没有想到 因其的反弹那么大 这个竟然会利用平面媒体 今天炮轰毛治国 可是我们再抓回来 为什么会变成 今天立法院要改 这个准备接管高铁的法案 我们再回去推 就是一个礼拜之前 立院的咨询 也是让叶匡时下台 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人记住 因为这个很可爱 我们都要记住 他是民进党立委 叫李坤泽 关朋友 把这个人记住 因为他把叶匡时气炸了 结果现在 一年才爆出来 就当时他骂叶匡时 自打嘴巴 在航发会担任董事时 提出特别股诉讼 那特别股诉讼 因为到今年 大概三四月份 高院就要正式订宴 所以必须使得 台湾高铁一口架 拿出500亿还这个钱 台湾高铁 没那么多现金 所以才破产问题 那都是你叶匡时害的嘛 那叶匡时当时回答是 我是尊重立法院交委会的决议 当时李坤泽忽然发呆 谁决议的 我们回来看 什么决议 来往前推 民国101年3月14号 月黑风高的礼拜三晚上 那立法院通过了什么决议 就是立法院 关门记住 航发会跟94年 跟台湾高铁买了一堆特别股 这时间已经四年了 而且已经到齐了 而且台湾高铁 对于股本跟利息 都没有支付 所以立法院拿了鞭子 准备鞭打 当时是航发会董事长 董事的叶匡时 要求提告 叫台湾高铁归还这笔钱 关门谁提案的 关门谁提案的 绿的就绿的 叶医金也好 蔡景昌李昆哲 他就是提案人之一 再回来看 结果他骂叶匡时说 为什么你当初要搞这个官司 所以关门很妙 就是其实台湾的立法院 我要请教委员 在干什么 明明是自己提案 当时是拿一个鞭子 要叫叶匡时提告高铁 现在拿一个棍子 K叶匡时说 当初不准提告 谁提告的 所以这就是立法院 目前有时候可能 签名签太多了 另外今天讲三条例 为什么15分钟的通过 是台湾过去一年 明珠史上的晴天 15分钟通过 那么重大法案 必见什么地方 我想李昆哲委员 他也许案子签太多了 忘记了 忘记了 其实他当时是骂叶匡时说 到底今天会破产 谁害的 你叶匡时害的 你是怎样 你左手打你的右手 你自己左手开枪 去射你自己 所以你为什么 要去提这个诉讼 对 那这样找出来 正本在这里 原本在这里 对 那个提要人是谁 就叶医金 就刚刚大家提到 李昆哲就在这个地方 对 对不对 是民进党的委员 叫叶匡时说 你一定要去告 你不告你是施责 叶匡时不得不告 他当然要去告 三年前是这样开始的 对啊 所以他就去告 那一省输了 那一记 一记说 二省也会输了 因为你本来 你就是要还人家 特别鼓的嘛 台湾高铁要赔给政府 对对 这个官司 高铁是一定输的嘛 那只不过说是 定案会在二业 会在三业 四业 有人讲说 你怎么知道 还院又不是你 叶匡时加开的 你怎么知道三业 还院会判决 对 好吗 三业没有判 五业总会判吧 对 六业总会判嘛 总有一天会判嘛 那这个一定要面临 一定要碰到了嘛 对 所以采改案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做 你不做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 其实台湾高铁 本来采改案 还不那么急迫 就是当初这五位委员 五位委员 他们签了名 把一个可能破产 或可能继续观察 台湾高铁给戳破了 就戳破之后 才有今天的 殷奇的大发雷迪 这就妙了 那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今天台湾 这个立法院 掌权条例会通过 这有什么影响性 这也是15分钟 快速通过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采改案 要通过的话 谁是受欢 谁会那个获利 谁会受伤害 很清楚吧 五大原始股东 因为你要减资 本来越匡时的 它的路线 它的路线 它是减资 减资再增资 那减资就是把五大股东的股份 稀释掉 把他董事会的 董事的稀释 把他降低 拔掉 那增资 那增资 其实这个都有配套的 增资也是希望 就是说 那个八大 原来就是买特别股的 这个八大航库 跟航发会 跟中心社来增资 就倚债作股 倚债作股 这也就是说是 也没有土力问题 就变国家 对啊 就变国家的而已 你说土力 土力了谁 八大航库 当然就土力了八大航库 航发会 对 航发会 土力还是土力全民嘛 可是民进党 他就用一个大帽子 给你扣在那边 你看 土力 那又有人也算出来 而且那记者也不用工 既然给他写说 那个土力 土力的多少钱 土力八千亿耶 他说他一年 可以收两百亿 四十年 因为他要那个 四十年的延长期 八千亿 你想想看 这顶帽子扣在那个地方的话 国民党有哪个委员 敢站出来说我支持 其实土力没错 可是可能是土力国家 对 这土力国家 可是土力 没有讲国家 就是土力 听起来就很明显 可是因为有 后来那个殷琪 比如说那时候 报纸又登出来说 有五大股东讲说 那个殷衣娘要来买高铁 他后来又传出说 徐徐东也要买 顶薪位家也要买 对啊 所以就给你扣个大帽子 在那边 那请问 国民党的委员敢同意吗 不敢 你说那一天 其实十八比零 其实我在立法院 没有投票 我知道这个案子 我没有去开会 因为我到时候 假如说是十八比一的话 那我那个一的话 不是就是说 我不知道土力的徐徐东 还土力的谁 罗伟元的好朋友 土力道 对 罗伟元的好朋友 徐徐东 或什么 是不是 就是土力了 所以那个大帽子 扣在那个地方 没有人敢让他过 既然好 那我们就借力死利 你不让他过 不让他过 既然你民进党一想说 好 就让他接管 那他破产 那他们民进党没有想到说 他本来是什么想 不敢 不敢 不会破产 他们本来他说 不会破产 他们就想拖 为什么今天夜光时会讲说 他们想拖 拖到那个2016 政党轮替的时候 那民进党就可以看他 高兴给谁就给谁 其实民进党 他们整个策略是想拖 他就想说把他拖过去 他说没那么急破 破产没有那么急破 所以应该拖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 好嘛 既然采改案不过 那就接管嘛 对不对 就符合你的意思接管嘛 对 可是接管要谎言啊 所以这个讲三条例 就拿出来 就是今天的 对 今天就爬出来 对 那民进党因为他自己 他自己一直叫去政府接管啊 就好比刚刚那个说 叫交通部去告 用特别股去告 他们告啊 那他现在 他们那时候在反对 采改案的时候 他就提嘛 那你就政府接管啊 那我现在就接管给你看嘛 对 接管下来的话 那殷琪他们是不是说 整个都要被赶出去啊 所以今天民进党的委员没有出席 都没有出席 就直接通过啊 对 因为他们都没来啊 那今天殷琪不在家遥控气炸了 对 那都没来啊 只要我捐钱过的立委 今天都接到电话 嗯 黄世聪黄委员 今天你没有表态呢 吓都吓死了 所以到底谁在护航五大股东嘛 其实这个很明显就看得出来嘛 对 明明是一个很好的采改案 其实可以创造 那个等于是说政府 高铁还有一般的投资民众 跟大众 创造事业 大家都让一步互想起立 对 尤其是当时为什么要这个采改案 因为你高铁除了五大股东以外 还有六万多个小股东 他们当时是信任政府去投资高铁 对 那你现在假如接管或是破产或运动消息 连这一些六万多小股东 都完蛋 你就完蛋了嘛 是 那所以高铁的问题其实很复杂 就好像很多绳子绑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我原来讲简单嘛 那你要去把它 你要把它截要去拿掉嘛 对 那其实采改案 其实我很少支持叶光石提的方案 他是好不容易就提了这样一个 我比较能够接受的 你一提他就下台 你一支持他他就下台了 对 没有那好不容易提到一个方案 可是现在整个已经失去的 那个理性讨论的空间 随便给你扣个大帽子 说你图立财团图立什么 你这样一下去的话 那谁也敢支持嘛 那没关系啊 那就政府接收嘛 是 那接收嘛 那接收 那你殷琪 那你现在你反扑什么 对不对 而且讲出了那个什么 哎呀他跟毛泽国之间的恩恩厌厌 其实他真的是 毛泽国他是他的恩人 或者他早在2009年的时候 他就应该跳票了 我要请教外民哥 因为其实殷琪今天反扑都很大 所以今天其实自由时报 用很大的头版的面积 来让殷琪 针对毛泽国的不满 来进行一些他的说法 阶读 殷琪他的讲法 其实就是政府的财改 就是要引进新的财团 把他这个原始股东赶走 对 那如果他觉得不服 新的财团是政府的 那如果他觉得不服 他很简单 你自己出钱 你自己又不出钱 不愿意 他其实就是希望 他继续稳稳的 占有这个五大原始股核的位置 然后政府每年 对不对 去补偿他 对 那其实他这个作风 其实就是在官商 两天之间跳起来 这是他们家的传统 是 你可能会觉得 都这么讲 他家传统 他爸爸叫银字号 大家都知道 银字号是可以说是 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房地产之户 真的假的 真的 他爸爸 他父亲 当过世界营造工会 总会的会长 炒房的头头一对 他前代就在四川搞营建 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 虽然政府这个很帮忙他 但是他对跟大陆关系也很少 这是1990年 他捐给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栋科技大楼 叫做浩然科技大楼 提示的人就是江泽民 因为银字号本身就是上海 这个交通大学毕业校园 回馈母校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 那如果你说再往前推的话 对不对 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爷爷 爷爷 殷琪的爷爷 殷儒利 殷儒利 曾经当过大陆时代 国民政府的 这个民国初年 段祺瑞政府的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财政次长 很大 很大很大很大 而且是 跟袁世凯都很熟 而且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就加入同盟会 但是名气 他们英家名气最大的 就是殷儒庚 殷儒庚是抗战的时候 因为这个抗战时候 对不对 帮日本人做事 这个抗战胜利以后 被政府拿去枪毙 用汉奸的罪名 对 这个枪毙的人 对 这个研究近代史人 大概都知道 殷儒庚 这是他 但是不能说 因为这样子殷儀 就不好 这是两回子 因为他的爷爷是 北洋政府 这是他孰公 孰公 所以说殷儒利 对不对 这个晚年的时候 也经常说 他这个弟弟 对不对 不成才 唯利仕途 不顾国家民族利益 其实事实上也是这个样 对 那他们殷家 主要是在这个浙江 温州附近有个叫做 昌南县的一个英式家族 这个家族非常显赫 他们从道光以后的 一百年间 对不对 大概家里头 出了18位 当到县长以上的官员 是 就是说至少有17 8位 考上进士 对 所以在中国的 在这个官商 这个两期之间 其实悠游的 非常的这种 这种 这种 以前国民政府时期 后面讲出来的话 当财政部次长 不是管财政 是你家要有钱 才能当财政部部长 这个是很限 官媒不要以为财政部部长 哎呦 两袖钱 不是 以前北洋实际是 你家最有钱 你就来当财政部部长 以前是这样的 所以代表英家在 民国初年 实力很强很强 在清末的时候 在浙江一带 就是英时之家 也是孙中山的大金主 对 那他爸爸其实 大陆工程早期 对不对 也是在台湾最早盖 四楼以上大楼的公司 圆山大饭店 他们家盖的 圆山大饭店之外 对 比如说像这个 中正机场 一号航站 对 或者说我们中山高速公路 底下的上面那个 圆山高架桥 对 都是他们家盖的 但是我自己很赞成 刚刚罗委员讲的 就是说你政府接管 但是要把话说清楚 我记得1996 1997年 高铁这个 这个BOT招标案 这个绝标以后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 刘太一所领导的 这个中华高铁办 对 那时候刘太一就讲了一句话 说政府不可能 这个零出资的 因为中华高铁 提出来的案子是 政府出一千多亿 那个时候他就讲说 你现在为了少付那一千多亿 将来要多付八千亿 对 你现在算起来 把高铁的将来债务算起来的话 政府可能真的要 多付八千多亿 我们现在像 罗委员刚刚刚讲说 现在高铁好像赚钱 其实那是会计做账的结果 就是把应该折旧的 委员真的吗 你觉得唐高铁有在赚钱吗 他其实是一年赚一百多亿 三个方法让他赚钱 第一个就是 从我们的口袋掏钱 涨票价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做账上游戏 折旧的方法去改变 那第三个就是利息降低 也是从我们老百姓的口袋 里面掏钱 因为你叫公股银行 就这些年代银行 把利息降低的话 那也是我们的钱 所以他是靠这三个才赚钱 因为委员在交易 刚好看得懂会计 所以也不是说 他自己说他营运有改善 他回貓还是回貓 他可以 他们管理阶层的人 薪水都上千万的 回貓还是回貓 问题还是一大堆 所以并不是说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财务改善 或者他经营的方式去改变 来变好的 是政府给他好处 他才赚钱的 那现在最让人家没有办法忍受 是说政府提供他这么多的优惠 那让他赚钱 那将来这个钱是谁拿走 五大股东拿走 你当初的 所以才有财感办案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是觉得说 已经没有理性的讨论了 明明是叶光石的这个财感案 其实对 叶光石认为唯一一个最有 唯一最有证明的